那下一個要教的叫做梅雨 梅雨這個名詞是借來的 原來它指的是長江中下游 待在每年的暑假附近 有個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叫做梅雨 因為這個當地黃梅成熟 梅子成熟的時候所下的雨 所以就把它叫做梅雨 或者是黃梅雨 這是梅子的梅 也可能叫做發梅的梅 因為一直下雨下雨下東西就發梅了 發梅雨所以叫梅雨 這個名詞是長江中下游原來的名詞 現在拿來指台灣每年在春末下出 五月跟六月的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把它叫做梅雨 考試問季節答春末下出 考試問月份答五月跟六月 我小時候氣象局會爆入梅跟初梅 這場雨下來了梅雨季節開始 這場雨下完了梅雨季節結束 這種預報世界超級恐怖不準 所以後來就不報了 五月一號梅雨季節開始 六月三十號梅雨季節結束 有關於什麼入梅初梅啊 我講義的字快就有寫 就自己看一看就好了 所以現在不再報入梅初梅 反正是五月跟六月 叫做梅雨季節 所以季節是春末下出 月份是五月跟六月 剛才說明子本來是長江中下有借來用 為什麼借來用 因為形成原因一樣 什麼原因 治流風 因為這個時候蒙古大陸氣團 跟太平洋海洋氣團的勢力相當 形成治流風 前面講過治流風面會下雨 然後又不走 所以造成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所以還是因為治流風的關係 所以考試人家就考啊 下列何者為梅雨封面 就畫四個圖 你要能夠認出來哪一個是治流風的 哪一個是治流風的 所以因為治流風的關係 然後就會一直下一下 所以原因是因為治流風 然後下來的話就下很多很多雨水啊 濕度大啦blahblah看看就好了 然後又是下雨啊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OK 這就是梅雨 好 剛剛講過了 帶狀的雲的話跟誰有關 風面有關嘛 上面有一個蒙古大陸氣團 下面有一個太平洋海洋氣團 兩個氣團相置不下 所以這裡有形成治流風面 就是所謂的梅雨 就是所謂的梅雨 所以呢 這裡有個梅雨的動畫 也一樣啊 我們就看到一堆雲跑來跑去也看不出什麼德性 大家跟你講過了 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就是我們說 你看到它有一個 你看到它有帶狀的雲 就代表什麼意思 跟誰有關 帶狀的雲跟誰有關 封面有關 這裡有個封面在形成 OK 就這樣 好 剛才教的叫做梅雨 第一個 什麼季節 春末夏初 第二個 什麼月份 五月跟六月 為什麼會形成 自由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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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自由封面 好 這是台灣的一個俗話 春夏當南風 五慢穩停工 春夏之交 碰到了吹東南風的時候 不用問天氣會變好 為什麼 因為吹東南風 南風是溫暖的 表示我在受誰的影響 太平洋暖高壓 太平洋高壓籠罩 所以就是好天氣 所以春夏之交 春夏當南風 五慢穩停工 春夏之交 如果改吹東南風的時候 就表示我們受太平洋高壓籠罩 那就是好天氣啦 好天氣了 OK 梅雨很重要 梅雨在我們全年雨量約略四分之一 是我們重要的水資源的來源 如果哪一年碰到了乾梅 乾梅就是不下雨的梅雨季型 那南部就會剉起來了 它就很容易就會缺水 水資源會不夠 所以它是我重要的水資源的來源 它對我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呢 它也很淒慘 下雨下來說是怎樣 山崩洪水土石流 對不對 土石流有一堆 山崩洪水土石流有一堆 所以不下不行 下雨說很慘 講義上有跟你寫個美語成在的故事 你只看看就可以了 好 所以它叫做必要之二 必要之二 雖然它可能為我們帶來災害 但是我們台灣仍然會非常需要梅雨 跟我們當回要叫的颱風是一樣的 颱風是一樣的 它是我們重要的水資源來源 所以梅雨有好的有不好的 可是雖然有不好的 可是我們還是需要它 因為它是我們重要的水資源來源 OK 這就是有關於梅雨的內容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